心灵的埃及地 以色列人在神的帮助下走出了埃及 摆脱了奴役,获得了自由 埃及被引申为奴役之地 要摆脱被奴役的禁地,只有走出埃及 真正的埃及在哪儿?在我们的心里 肉体摆脱埃及容易,心灵摆脱埃及难 我们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心灵埃及的奴役 我们不同程度地生活在心灵的埃及地 前往天堂需要翻越两座大山 一座大山是必然程序 另一座大山是心灵的埃及地 必然程序如婚姻、家庭、民族、国家、宗教、政党 现存人类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要前往天堂必须走出这些必然程序 走不出这些程序就到达不了天国 心灵的埃及地如 嫉妒、比较、埋怨、傲慢、愤怒、拥有、大战、仇恨、教义教条、戒律戒条、争斗、贪婪、懒惰、有为等等 不清楚心灵里的这些垃圾就到达不了天国 宗教会来在議拉中